臺灣新增9例確診 其中7例境外移入 兩例本土感染 美臺外交高層會議 討論擴大臺灣參與國際舞臺 並向世界分享臺灣模式 武漢原定八日解封 但中共今天突然變卦 發公告稱持續封閉管理 指揮中心宣布 從今天起搭乘捷運 必須戴口罩 旅券不聽者最高開罰 一萬五千元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 發點經文